《慷慨是人性的光辉》 《慷慨是给予,也是获得》 富兰克林,美国科学家、政治家、发明家 《善良是幸福的源泉》 柏拉图,古希腊哲学家 《慷慨是爱心的体现》 蒙田,法国哲学家、作家 《善良是人类的本性》 亚里士多德,古希腊哲学家 《善良是人生的通行证》 孟德斯鳩,法国启蒙思想家、哲学家 《慷慨是心灵的窗户》 《余国,法国作家》 《善良的人像太阳一样温暖》 《列夫,托尔斯泰,俄罗斯作家》 《慷慨的人像春天一样美好》 《泰戈尔,印度诗人》 《作家》、哲学家 《善良是幸福的源泉》 《爱莫生》、美国哲学家、作家 《慷慨是成功的阶梯》 《卡奈基》、美国企业家、作家、演说家 《善良是力量的象征》 林肯,美国政治家、律师 第16任美国总统 《慷慨是美德的最高境界》 《甘地,印度政治家》 《善良是智慧的体现》 《罗斯福,美国政治家》 第32任美国总统 《慷慨是有益的桥梁》 《马克思,德国哲学家、经济学家、政治家》 《善良是人生的财富》 舒本华,德国哲学家 《慷慨是爱的表达》 富兰克林,美国科学家、政治家、发明家 《善良是生命的底色》 柏拉图,古希腊哲学家 《慷慨是人性的光辉》 《蒙田,法国哲学家、作家》 《善良是灵魂的升华》 《亚里士多德,古希腊哲学家》 《善良的心肠比任何智慧都更有价值》 《卢梭,法国哲学家、教育家、作家》 《慷慨的人不会计较得势》 《卡奈基,美国企业家、作家、演说家》 《善良是灵魂的太阳》 《爱莫生,美国哲学家、作家》 《慷慨是播种幸福的种子》 《泰戈尔,印度诗人、作家、哲学家》 《善良的人处处受欢迎》 《林肯,美国政治家、律师》 《第16任美国总统》 《善良是一种力量》 《它能使我们战胜困难》 《余国,法国作家》 《慷慨是一种美德》 《它能使我们更加快乐》 培根,英国哲学家、科学家、政治家